HSK标准教程四、上、练习册 第七课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一、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尽管很辛苦 但他还是每天锻炼一个小时 几个月下来 减肥的效果很不错 他最近又胖了 二、春天天气时冷时热 很多人感冒 医生提醒人们 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 早上起床后 应该打开窗户换换空气 如果感冒了 要及时去医院 春天容易感冒 春天容易感冒 三、我们调查发现 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女人 考虑过减肥 实际上 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怕 女人都想过减肥 四 每一包香烟上 都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句子 就是告诉人们 抽烟对身体不好 提醒人们 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自己要对健康负责 五 很多人一到周末 就喜欢睡觉 而且一睡就是大半天 医生提醒我们 睡觉时间太长并不好 有时甚至会头疼 一般睡够八小时就可以了 睡太久对身体不好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你怎么这两天总是鼻子流血 快用纸擦擦 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 估计是天气太干 难得怎么了 七 我今天吃得太多了 肚子有点不舒服 喝点热茶可能会好一些 难得怎么了 八 大夫 我的牙最近特别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先躺这儿 好 张开嘴我看看 男的哪里不舒服 九 你的腿怎么流血了 快去医院吧 没关系 刚才踢足球 不小心擦掉了点皮 不用去医院 男的刚才怎么了 十 每天要按时吃药 注意休息 下个星期再来检查一次 明白了 谢谢大夫 再见 男的最可能在哪儿 十一 我觉得我太胖了 所以我要减肥 以后不吃甜食了 没那么严重吧 我觉得你胖一点更漂亮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十二 你怎么也在医院 身体不舒服 不是 我同事突然肚子疼 我陪他来检查一下 女的为什么来医院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 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 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你的咳嗽怎么一直没好 去医院看看吧 不去 不是很严重 过两天就好了 但是都一个星期了 你也没好呀 不去 我不想吃药 男的为什么不去医院 十四 我又胖了七八斤 必须减肥了 你又要不吃饭 多影响健康啊 我这次打算运动减肥 跑跑步 游游泳 那还行 女的打算怎样减肥 十五 你不是说下班要去逛街吗 怎么回来了 头有点疼 不想去了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用不着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女的怎么了 十六 你的咳嗽不是很严重 我给你开点药 回去好好休息 好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最近不要抽烟 多喝水 好的 谢谢您 大夫 医生让男的怎么做 十七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这些天一直在吃您开的药 比上次好多了 那就好 回家还要按时吃药 一个星期后再来检查一下 好的 大夫 谢谢您 女的怎么了 十八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要是严重的话 我陪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男的怎么了 第十九 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最近眼睛总觉得特别干 医生说 是因为我长时间对着电脑 眼睛太累 他告诉我 用电脑四五十分钟后 就应该休息一下 多向远处看看 最好是多看看绿色的植物 十九 说话人的眼睛 为什么不舒服 二十 根据这段话 怎样能保证眼睛健康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健康呢 过去 人们认为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 但是 现在人们认识到 健康既包括身体上的健康 又包括精神上的健康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 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二十一 以前人们认为健康是什么 二十二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就算是真正的健康 的时候 比如 text 一定般正常的健康 检提起来 一直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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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